自1967年6日战争 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拿下戈兰高地以来 以色列一直占领并且控制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 面对伊朗的威胁以及叙利亚内战 导致伊斯兰恐怖组织对中东地区带来的不稳定 特朗普政府改变几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 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把美国大使馆迁入耶路撒冷 不再把以色列占领的约旦和西岸定居点视为非法 强化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 帮助以色列对抗伊朗 并且协助西方国家的反恐努力 美国国卿彭培奥表示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 仅仅是对地面上现实的承认 这就是一部分的 Israel 一部分的重要方式 我记得,不久不久以我设立 我设立在美国的美国 我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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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尚未获得国际认可 巴勒斯坦人强烈反弹 并且领导所谓抵制、撤资和制成运动 抗议并且孤立以色列 星期四 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坦尼雅胡的共同机指挥中表示 美国将立刻采取行动 撤销美国政府对支持这个运动组织的任何援助 这个运动的斗争策略包括 寻求组织购买以色列制造的商品 向国际公司施压要求不要在以色列做生意 并且敦促名人不要访问以色列或者举行演出等等 星期四 美国政府也宣布 将把约旦和西安犹太定居点出口的产品 标记为以色列制造 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相的报道